天台的木制楼梯想想停停,到最下一集的时候,晶晶已经水一样软下去,她被抱起来走,这是什么方向她不知道,这是去哪里她不知道,她不用知道,只要在于图怀里就好。 晶晶被无比珍惜地放下来,眼前是她选了好久的星星灯,印在天花板上的星星,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暗去了,身体能感受到绵软又微凉的不闻,也能感受到她手指上的脖茧和胸膛的尽消。 于图变成了最火热的少年,火热的她自己都害怕,生怕灼疼了心爱的女孩,晶晶的眼睛总是颤颤地闭着,偶尔睁开,湿漉漉的眸子渐渐水光灵灵。 于图去吻她的眼睛,瞬息她的泪花,吞下她的乌叶,她知道自己穿越黑障,就能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。 宇宙里有万千星斗,此刻她们是最最亲密的两颗。 耳边是什么?是潮汐吗?涌起在落下,再涌起,再落下。 耳边是什么?是风雨声吗?一会猛烈又一会儿和缓,然后再猛烈,再和缓。 耳边是什么?是爱人凯旋了吗?是马蹄急驰,歌声踏来,是纵马长啸,酣畅淋漓。 夜很深了,风撩开的窗纱一角,卸出一两声乌叶,转而又安静了。 有棉布妈撒的沙沙声,引得屋子里的空气荡了又荡,有极清极清的耳语,被重重的呼吸声附住了。 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,星星太累了,睡去了。很多年没有这样睡得沉了,于途是被晶晶推行的。 睁开一眼,就是女孩子熏然欲气的模样,她几乎一秒钟就清醒了,侧过身去抚她的脸,声音带着点沙哑。 晶晶,是疼吗?乔晶晶更加用力地推她,眼泪直接掉下来,我的头发。 把纠缠在肩膊的长发解就开,于途实在忍不住,把晶晶抱过来,脸埋进她颈窝,笑得胸腔震动,笑得一如少年。 晶晶,对不起,我还不习惯。 乔晶晶被她笑得渐渐放松下来,因为羞涩的紧绷不安淡去了,身体都不是慢上来,大眼睛里又开始聚集水气。 于途,我疼,对不起,对不起,对不起,晶晶,怎么才能替你疼? 于途要起床的时候,晶晶把自己埋成个茧子,于途做好早饭来叫她的时候,茧子一叠声地只会说,你出去,你出去,你快出去。 周凉了又热,于途已经收拾好了昨天,孤零零被扔在天台上的望远镜,冰下来,才探见乔小姐终于摇摇摆摆走出卧室门, 丝制的睡衣是极淡的粉颜色,长发黑亮,面旁粉白,盈盈地像个仙女。 于途放下手里的箱子挤不过去,把自己给她靠着,晶晶,我觉得宋宇一定是偷看过你。 谁? 乔小姐貌似没明白她的意思,就是增织一分则太长,减织一分则太短,这粉则太白,是猪则太赤的意思。 哦,就是跟者望其离,除者望其除的意思。 乔小姐终于满意了,好吧,我接受你的赞美。 比一道题做三种解法,更难的是一朵花从三个角度赞美,何况是今天,哪里也不想去,只想像连体音一样粘在一起,每一秒都量得出她皮肤的温度。 晶晶去吃早饭,于途是她的餐椅,偶尔也被投喂一口。 于途去烧水,晶晶是她的挂件,有时还善良地搭一下手,他们去收拾散落的几本书,都是于途找到位置晶晶去摆,他们拉着手,勇勇地讨论哪一个花瓶要买哪一种花。 于途忘了她的数据,晶晶忘了她的镜头,只是被身旁的这个人力不透风地包围着。 书架并不满,晶晶早就想好了,要霸占最靠近沙发的那一个,这会儿正指挥着渔途从百宝箱里掏百宝,这些剧本放这里,这个娃娃放这里,这个照片放那里,等我慢慢把这里放满。 晶晶,为什么你的剧本都不是连续的? 逻辑控有点不可忍,哦,我留的都是精彩有用的段落,也有一些经典剧的片段,我做了笔记呢,你要不要看? 阳光正好,把两个人引头在桌面上,看的是黑眼睛,五颜六色的字迹,画线,空白处随手的云朵,小花和兔子都十分瞧晶晶。 很多台词,晶晶还完整记得,她给她表演的那一段,是杨彤彤大学新鲜人时生气勃勃的样子,所有的日子,所有的日子都来吧。 于途抱紧她,接下去,眼泪,欢笑,都是第一次。 乔小姐NJ了,该吃饭的时间,乔晶晶说她不饿,只是困,于途不肯,试图开讲时如何为天的大道理,她被打败了。 可是拿过来的,还是和早晨一样的八宝粥,于途,这个太甜了,热量高,白粥好不好,那,白水煮蛋好不好,还是有点想喝粥。 晶晶,对不起,我忘了买米。 晶晶实在是太困了,抱着于途的胳膊,几乎是倒头就睡着了。 于途看着她的姑娘,她几乎还是少女的模样,因为睡着显得纯净安然。 她努力去想她十八岁时候的样子,穿着校服的,采来野花的,连欢时唱歌的,军训时打靶的。 她曾经眼睛亮亮地说,于途,你教我数学吧,我请你吃香酥鸡。 她也曾经倔强地问她为什么,问她我有哪里不好。 晶晶,你哪里都好,是我,是我漫不经心地错过了。 乔晶晶终于觉得自己恢复了元气,竟然是这么累的吗? 她偷偷地想着,耳朵发烫,打一个滚,鸵鸟似地把自己埋起来。 等等,埋起来这不是那个绵软的触感,有一点粗粒,有一点质朴的那种, 磨着她的脸,不是疼,而是丝丝分明。 兔子拖鞋,啪达啪达跑出来,女孩子的发丝微乱,脸色有点红。 她揪住于途身上宽松的T恤,有点困难地问,于途,你,你什么时候换的? 什么? 哦,你洗澡的时候? 那,放哪里了? 洗了于途把人抱过来坐在腿上,手指去缠她的头发, 晶晶挣扎着从她肩膀上往外去找洗衣机, 晾上了于途缠着黑发的手指示意了一下天台的方向, 分心去研究她细白的手腕。 于途,我想,你需要适应你的女朋友是个明星。 于途一向觉得自己缜密沉着, 可是她上天台楼梯的时候还是险些半了一下。 问题还是需要解决的,于博士第一件事是下单干衣机, 第二件事是把餐椅搭成简衣的架子,还是可以晾床单的。 对于途和乔晶晶来说,吃饭是个bug,有没有厨艺令说, 关键是,什么材料都没有。 于博士被派回院里食堂打饭, 乔小姐说西红柿生菜黄瓜萝卜她都可以。 要出食堂门的时候,小胡和大梦正好进来, 哎,于途,正好正好,要不一会儿我也要找你呢? 前几天不是说西工大的发动机又提高笔充料了吗? 我们算了算。 于途拍拍她肩膀,明天上班再说,发动机跑不了, 然后就脚步匆匆地走了,留下两个人互相看看,于途今天这是怎么了? 于博士不给自己安排学习或工作计划的晚上很少, 至少最近十几年,大概每年用一只手都数得过来, 可是今天不一样。 晶晶说,得买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物资, 好,这套餐具可不可以,这套浴巾可不可以,晶晶说, 她要把天台布置成花园,好,我们选这些种子吧, 还是,要生命力强一点的比较好, 晶晶说,要把衣柜腾给她,好,给我留两个格子就好。 晶晶,你要做的事我都陪你了, 现在,你要不要听听我想的。 晶晶,浴室的门敲起来闷闷的,带着水气, 你不能说话不算数,这样不对吧,晶晶。 时间太久了,九道鱼图已经洗漱完, 已经靠在床头翻完了半本刚到手的小推力卫星轨道设计, 浴室门才咔哒开了,瞧晶晶摸摸蹭蹭地出来, 换了件睡衣,白色的,在星星灯的淡光下, 飘飘垂垂,还是像仙女。 晶晶,你是想到什么事了吗? 鱼图伸手去拉她,女孩子身子很轻, 羽毛似的,拉过来拢在怀里,小心地把发丝捋捋。 鱼图,你说,我们会不会发现性格不合呀? 鱼图联系地稳稳他的额头, 晶晶以前是我判断力不行,让我们错过了那么多年, 以后在一起的每一天,我会当成两天甚至三天去过, 把欠你的日子不挤你,不让你哭,不让你甘心。 鱼图深深地吻下去,晶晶,我保证,我们会很忙, 我们没有时间不合的。 古老的旋律总是古老又年轻, 汗滴在年轻的身体上流淌, 泪水引没在嘴角, 古老的节奏在暗夜里响了又响。 晶晶,我刚才说错了,这样可以哭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